其實鳳山的鳳沒有這麼好寫 因為光是當初我們在法韓連署的時候 大家光是寫這個鳳山的鳳要寫對 就很多人寫了十次以上 他們的那個連署站每天的人潮都蠻多的 所以有看得出來最近是比較認真 要來積極推動 真的要通過一節二節是必須要花非常多的 不只是心力也要很有毅力 因為他們必須要站到街頭上 他們必須要每天這樣子去審核他們的連署書 到底有沒有辦法通過 包括說那時候我也提醒過大家 就是其實鳳山的鳳沒有這麼好寫 因為光是當初我們在法韓連署的時候 大家光是寫這個鳳山的鳳要寫對 就很多人寫了十次以上 那相信他們也要有這樣子的毅力才有辦法 真的是通過一階二階的審核跟造冊 那才有辦法到第三階的投票 所以我是不會去批評或者是去質疑他們的正當性 但是我相信大家真的試過了 有這樣的能耐就會知道說罷免沒有這麼容易 如果他們真的有能力可以撐到第三階段 那我也覺得代表他們的這個毅力是有結果的 那我會覺得是不是應該先想好理由再來罷免 而不是先決定要罷免才來徵詢理由 感覺有點粉末導致了 沒錯 謝謝